双子座的人是不是如此跳跃呢,长着一张一眼万年的神眼,加上凹凸有致的身材,本以为会是一个高冷遇解范儿,结果净做铁寒寒的事,大家有猜到是哪位女行呢?没错,就是迪丽热巴,这种高能的反差感有没有劲道呢? 迪丽热巴的反转魅力,不仅体现在颜值和演技工作上,还有由内散发出来的搞笑,也是她全粉的一大奇招,别看小姐姐长得挺优雅之性的,实际上却是一个行走的包袱,随时随地都能抖出一两个笑料出来,让粉丝大笑,而且还是隐藏的大力选手,女神长相,汉字行为,这样的热巴你爱了吗? 哈喽,宝宝们,咱们又见面了,瓜熟瓜落,瓜满天,小编永远第一线,今天你吃瓜了没? 在美女如云的娱乐圈,迪丽热巴绝对能占一喜之地,作为来自新疆的大美女,她有着高挺的鼻梁,充满灵气的大眼睛,精致的轮廓,整个脸蛋立体又高贵美艳,再加上一双大长腿,这样的美女谁能不爱呢? 但,就是这样的颜值下面,隐藏着有趣的灵魂。 熟悉热巴的爱丽丝们,应该清楚自家爱豆,有个非常有趣的梗,找不对路,偶尔也会升级成要撞门或者上错车的乌龙。 好在有助力提醒,否则就不知道这位小迷糊会走到哪个地方去。 爱豆憨憨的令人想笑,粉丝们倒是对她越来越爱,毕竟是自己选的爱豆,怎么着,也得宠着惯着。 游记得在乌镇拍摄极限挑战时,热巴为了给划船的师傅指路,不仅用上了她丰富的肢体动作,连带着把喇叭给运用起来,用喇叭划船,便是形容的最贴切的语句。 比无声胜有声的行为还精彩,热巴这时无奖更比游江猛,光看她认真的架势,就觉得像极了专业船夫。 之前,在录制快乐大本营结束时,迪迪热巴和一众工作人员一起往门外走,大步流星的她,怎么也不会想到接下来的一幕能让她瞬间实话。 只见她昂首阔步地走着,却不料下一个抬脚的时候,鞋子竟然拥有了自己的想法,在空中来了一个旋转动作,再稳当当地落在她的脚边。 迪迪热巴瞬间有点蒙住了,拿着手机的手也跟着抬起来,连自己都被这波操作惊诈到,大概愣了不到三秒,迪迪热巴立马反应过来,赶紧一脚伸进了鞋子里, 速度之快让身后的小助理想帮忙都不行呀。 但是这个鞋子也没看见鞋带掉了,甚至穿的时候也不用系鞋带,只让人担心下次还会掉呀,感到丢人的热巴,似乎也在嘲笑自己太傻了,隔着口罩都能感受到她的无奈。 我是谁,我在哪,只要我穿得够快,就没有人看见我。 随即她落荒而疼,只想火速逃离现场,实在是寒寒的太可爱了。 热巴美是真的美,皮也是真的皮,谁能想到女神竟然沉迷土味视频,真的有点沙雕了。 也正是这样古灵精怪的性格,热巴才更加真实吧。 之前杨阳迪丽热巴主演的《你是我的荣耀》开播后屡创佳季,上线至今播放量已突破8亿, 星期术便崇尚话题热踪,这对俊男美女组合,让许多人入戏超胜,纷纷喊话拜托两人原地结婚。 而杨阳和迪丽热巴CP感,也从戏内延续到戏外,不止正片互看眼神带电, 在花絮中互动自然,常常无视于旁人,沉浸于两人幼稚世界。 就连私下访问也很有爱,杨阳和迪丽热巴一对看,就笑场, 让访问过程也仿佛在看一部偶像剧。 两人首次合作,杨阳称赞,迪丽热巴性格火泼又可爱,很机灵又有点皮, 在拍戏的过程中,也会给出意想不到的反应, 让两人一来一往对戏火花十足,完全就是本色演出巧精精一绝。 杨阳还爆料了迪丽热巴调皮的趣事, 有次热巴拿着一个高级品牌的蛋糕,到片厂跟大家分享, 杨阳表示一看到那个名牌蛋糕就想说, 哇,这个蛋糕一定很贵,很好吃, 结果吃完觉得口味一般般,但也不好意思说, 后来才知道原来热巴只是定做了名牌logo的造型翻糖, 但蛋糕体只是普通的蛋糕,听到杨阳的爆料, 迪丽热巴害羞承认自己的顽皮, 两人的售后营业也很可,热巴脑洞大开, 拉着杨阳合拍高质量情侣照, 两个人站在影棚里玩自己的, 工作人员还在后面搭背景, 热巴首先叫了杨阳一遍, 结果排完后嫌弃,杨阳动作不到位, 化身动作直到,教杨阳怎么摆动作, 热巴让杨阳脚要往外翻一点, 胯要顶出去, 杨阳被指挥得一愣一愣的, 终于准备拍了, 热巴又要杨阳把戏装撩得飞起来, 惹到杨阳别嘴频频做错, 有些不耐烦了, 但还是宠溺的陪着热巴一起拍视频, 最后成片出来后, 网友们却表示, 这对夫妇实在是太土味了, 其他CP都是拍浪漫的合作或者是约会, 结果热巴直接整成了土味视频, 不过这段小视频也能显现出他们两个人私下关系很好, 是可以瞬间拉来一起合作的关系, 也是因为这部电视剧两个人才认识的, 杨阳属于很害羞内向的男孩子, 不太主动和人交流, 而热巴属于很开朗的姑娘, 不喜欢闲政, 所以两个人性格特别互补, 混熟了以后, 热巴也整天拉着杨阳一起拍些奇怪又可爱的视频, 拍完这个视频后, 热巴还不忘分享花絮照片给粉丝, 配文, 我这样拍会更高质量, 照片里的热巴模仿得十分到位, 不过这个姿势实在是太土味了, 连美女的脸也压不下去土味, 让人调侃, 看热巴一直在冲浪的第一线, 已经掌握了高质量的精髓, 这样真实又可爱的热巴, 也一直和粉丝相爱相杀, 粉丝们觉得热巴要少冲浪, 这样的照片要离粉丝远一点, 而热巴也回应, 我就不, 这样的偶像和粉丝关系也太好笑了, 黄景瑜也发现热巴搞笑的一面, 黄景瑜手腰上了拜托了冰箱, 在这里黄景瑜也被和炯Q到, 黄景瑜也不避嫌, 大爆, 幸福触手可及剧组, 私下底的炯事, 黄景瑜说这部剧, 是演员私下聚会最多的一部剧, 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感情很好, 在剧组的时候, 黄景瑜的妈妈来探班, 因为儿子基本在拍戏, 黄妈妈已是很久没有见到了景瑜了, 于是就带着食物来剧组探班, 因为在戏里面, 黄景瑜和热巴饰演的是情侣, 打人的对手戏很多, 所以黄景瑜妈妈探班的时候, 也看见热巴, 就招呼热巴来一起吃包子, 热巴被黄妈妈投喂了一个肉包子, 热巴十分的乖巧, 长辈喊过去吃包子, 立马就去了, 可以想象出这个画面, 热巴乖巧的坐在黄妈妈的身边, 手里还拿着一个包子, 黄妈妈盛情难却, 但热巴却有点下不了嘴, 可能这个包子并不是他喜欢吃的, 也有可能他已经提前吃好了饭, 所以就吃不下包子, 但这是长辈头喂的, 又不好意思不吃, 于是热巴意思意思的咬了一口后, 手里就直接拿着包子安静的坐着, 手里端着包子, 黄景瑜形容这个画面, 热巴估计是很无奈又尴尬, 但因为对方是长辈, 又不好意思做别的事情, 唯一的方法就是, 咬了一口后, 就这么端着, 十分乖巧, 黄景瑜还模仿热巴的动作, 现场的嘉宾听到后都哈哈大笑, 不得不说热巴真的是太难了, 在长辈面前被迫营业, 黄景瑜还看笑话, 不过, 这也说明他们感情好, 朋友之间才会这么玩, 虽然双方的粉丝互相骂来骂去, 但两位私下感情却很好, 黄景瑜这次的爆料再一次证明了热巴就是憨憨, 简直是太搞笑了, 无奈和热巴这对姐弟也是欢乐多, 想必大家也都知道, 在《场歌型》播出之后, 网上还曝光了不少片场拍摄的花絮, 虽然说看到《场歌型》的剧情非常的精彩,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, 演员们在片场的时候欢乐也都非常多, 就像迪丽热巴, 在跟草新月对戏的时候, 男人在片场对台词的一幕可谓是笑翻众人, 看到迪丽热巴在剧中的台词, 却连草新月都忍不住吐槽就是渣男语录, 还有网友在网上曝光了一段 无奈和迪丽热巴在片场等待拍戏时的花絮, 看到男女主角统框的画面, 可以说是吸引了不少网友的关注啊, 没想到迪丽热巴和无奈两人在戏里面确实是挺搭的, 但是到了戏外, 两人竟然看起来也都非常的有CP感, 这也太令人惊喜了吧, 通过网上曝光的花絮照片, 可以看到,在迪丽热巴准备拍戏的时候, 她手中还抱着一个假婴儿, 看到这个假婴儿的面孔虽然有些逼真, 但是却让人觉得十分的恐怖, 一开始的时候, 迪丽热巴把这个假娃娃抱在怀里还一直抚摸着, 更是策划着要拿着这个假娃娃去吓唬无泪, 看到这样的迪丽热巴, 也实在是太调皮了吧, 热巴还要走多远呀, 欢迎大家来不断打扰小编, 为大家提供一线的娱乐瓜, 小编在所不辞, 大家的认可就是小编更新的动力哦, 好了,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, 欢迎宝宝们来评论区一起留言讨论, 喜欢本期内容的可以点击关注, 咱们下期再见哦, 本期内容就是